在冰川徒步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继续一路北上前往Fairbanks 因为此行我们最想看的是北齐光 一路美景不断 但是车辆很少 真的有一种天苍苍 野茫茫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车时间久了下来活动 腿脚蛮瘦 今天开车时间比较长 我们所开的这条高速叫 The Richardson高速 就是这个石碑上的这位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是当时美国陆军 负责这条道路升级改造的项目负责人 也是美国陆军的一位将军 从Fairbanks出发一路往北 你可以看到漫长的树油管道 阿拉斯加水油管道 起自于北边北极圈之类的 Proto Bay 终止于阿拉斯加湾 Navadas海港 全长800英里 当时建设的时候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最高峰的时候 雇用了21000名工人 耗资81美元 那是70年代的时候 最终于1977年5月31号而落成 在你的心智力 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是除了中国万里长城之外最长的人工建筑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我们开车开了六个小时 管道是时饮时箭 有时埋在地下 有时驾驭空中 有时还要过河甲桥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这样的大环境里头建设这么漫长的管道 当然是要面对冲冲的困难和种种挑战 不能再靠近了 这里 Walk with me Break some bread here with me Henemy Why can't you live with me Who are you What did I do to you Wish I knew Why can't I live with you We are all born the same We are all born the same Then we separate And the world falls apart Blame turns to hate We cannot contemplate The far apart we are The far apart we are There is always a way To the place In your heart Hated one 阿拉斯加输油管道 沿线建有11座蹦法 工作人员每天要数次巡查管道的情况 但主要是靠飞机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检测方法 包括很复杂的电子仪器 传送雷达信号 还有液体流量 自进展以来 阿拉斯加输油管也遭受过一些破坏 而我们一路走来 我的感觉只有震撼 两个字 Then we separate And the world falls apart Blame turns to hate We cannot contemplate The far apart we are There is all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我们终于抵达了北极村这个地方 说叫北极村其实就是一些卖圣诞礼物的商店 长途奔袭到Fairbanks 就是为了在晚上能看到极光 不管能否实现 梦想总还是要有的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